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跟这个常识的考试 然后呢就是财力证明 这个五个官每一个官都是非常的难的 但是对于移民家庭来说 财力证明是一个他们最大的痛 他们因为财力证明的要求 很多人因此没有办法取得身份证 也因此没有办法取得这个基本的 基本的人权或者基本的人权 那甚至有些更不幸的这个移民配偶 他可能因为遭到家暴 因为没有身份证而使他必须要忍受总统的这个痛苦 那财力证明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一而再再而三 在透过各种场合跟我们的行政单位 从内政部到行政部都有沟通 要求他们取消 但是呢他们的回忆都是说不可能 然后一直在讲说 财力证明是为了要保障 我们的新移民能够生活无余 但这基本上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因为取得身份证 他必须在台湾住满三四年以上 大陆配偶住满八年以上 那他在这段时间都活着 你还要怎样证明他生活无余呢 然后呢内政部最近做了一个回应说 他们即将要放宽这个财力证明的要求 过去呢是只有他们要有 相当于两倍工资的这个量年收入 而且是要有这个缴税的证明 或者是相当于两倍智力工资年收入的这个存款 相当于41万 好那他现在就把这个条件再放宽 你可能有工作证明等等的 但是这个还不是能够解决移民的问题 因为有非常多的移民家庭 他们是从事小吃工作 白小摊的 他们不是就在所谓非正式部门的 他们是没有办法有所谓的 什么雇主的证明啊 这个工作证明等等 我们本知道是从修法去解决国基法 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 把这个婚姻移民的财力证明 整个都拿掉 经过两年的团聚期 是完全不可以工作 接下来进入四年的一清阶段 需要满足很严苛的一个条件 才可以申请工作证 像本人就无法满足那个条件 所以至今还是必须要留在家里 不可以跟先生一起分担佳计 大陆配偶申请入籍已经比其他的外籍配偶 走过了更为漫长的一段时间 一倍的时间八年 那么我们前六年都不可以工作 只有一年的工作时间 我就要拿出41万以上的财力证明 我觉得这点是对我们这个一个弱势群体 一个极大的一个歧视 今天我们做这个事情 就从这个地方出发的 希望能够 主张有关法律 这主要是国基法跟台湾地区 大陆区人民关系条例 这两条文 拿到之后我们就可以做到了 当然各位希望我们这个会去 我会努力去做 可是我不太敢保证一定可以 我等一下打个电话跟我们 您先问一下 因为您昨天也提到说 当选总统之后 在这个司机会 不分要改成观光区 其实那个早上您说 您跟郝市长通过电话 那您的态度跟他是不是 其实不太一样 您跟郝市长的态度 您是希望其实用水道来反制 可是郝市长是 他搬着这个水泥裤墙 甚至还要轟路 是不是跟中央到最后 会那么不可收拾 这阵子民进党 还是针对这个听经济的广告 觉得我们打信任的一天 就是照着这个画面 暗图国际来认人 跟那些这个演员 到底跟国际党是什么样的关系 您会觉得在这次的选角上面 有一些偏有形式吗 所以您并不觉得会影响到 广告的攻击力吗 现在国庆 公民两党好像都要请出八家将 那就这一点 就很坦 就是说因为 我也不知道 我拉着我的 谢谢 谢谢 谢谢